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宣布参选2024总统启动联署 但传出郭台铭没有放弃和侯友谊还有柯文哲谈合作 但将大学就受赵春山根爆料 在郭台铭宣布参选的前两天 已经和侯友谊聊过 而郭台铭今天晚间也将和柯文哲出席同场活动 我决定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 投入2024 8月28号上午今天一呼郭台铭宣布独立参选总统 顺势启动联署 但这确定是定局了吗 由于上周郭董才邀请侯友谊柯文哲坐下来谈 但将大学荣誉教授也爆料 郭董宣布参选的前一天才和侯友谊联系过 侯市长他已经承认他们有见面 我是因为郭台铭参选以后 我才打电话问他 我说你怎么会出来参选 我说昨天我已经跟侯友谊见过面 我说哦那你们谈些什么呢 他说没有办法跟你讲谈 郭董事长有跟我约定都不对外说 谈了内容请大家去问郭董事长 两天前聊什么不方便说 但29号晚间 郭台铭安柯文哲都将出席 计程车工会的普渡餐会 汇船很有机会坐下来聊聊 而原先也有消息指出 30号有侯郭会的契机 明天大概可能性不是那么大 我原来也以为三个都打死不对 经过我跟他们联系 还有旁边一些 觉得我现在慢慢有一点乐观 乐观三人一定会有共事 但公开见面还要再等等 加上双方阵营对会面都很低调 郭台铭办公室也表示 暂时没有可以对外报告的部分 郭台铭投入选战想重启谈判空间 不过也要抢当非绿共主 依旧不容易 记得飞行许秋明 新北双方报道